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全球的观众朋友们准时收看《英元小剧》 在节目当中我们非常开心 我们邀请到了文化工作者马淑丽老师 来跟我们谈谈《妙在老子道德经》的智慧 好 今天我们来讲一章 叫勇于敢则杀 勇于不敢则活 你看我们在日常生活里 或者我们读历史的时候 大家都认为勇敢 勇敢 那我们知道勇于敢是什么意思呢 你看在自然界的动物有两种 一种是老虎 狮子 这种肉食性的动物 肉食性的动物 老虎 狮子都有利爪利牙 跑得快 然后非常凶悍 为什么它会凶悍呢 因为它的食物来自于斗争 所以一个豹 一个老虎 第一个要走路声音很轻 第二个要跑得很快 第三个它身体要很强壮 第四个它一定要有利爪跟利牙 它才能够去捕捉 那个被它捕捉的动物 它铺到以后就是撕裂 然后吸引它的血 吃它的肉 所以它一定要表现的是很勇敢 所以当动物表现很勇敢的时候 就会杀很多的动物 但是这在自然界是它的生存法则 所以勇于敢则杀 那我们如果懂得这个道理 可是在老子告诉我们 自然界有个平衡的规律 你看那些兔子 牛 羊 马 骆驼 吃草的动物 多半比较温和 为什么 因为低了头就有食物 所以它就不要争 不要争的结果就 那个凶性就没有 所以它不需要利爪 利牙 那是天给它的粮食 所以牛 羊 马 骆驼 兔子 多半比较温馀 这是两种生存之道 对动物来讲 这是自然界的分工 所以老虎 狮子它一定要凶 它不凶它不能生存 但是老子告诉我们 天之道其由张公语 天道就像一个弓箭 弓箭射箭 我在城墙上的时候 我是往下射 那我在城底下的时候 我是往上射 所以究竟是要往上射 还是往下射呢 是看我站的位置 我站的高就往下 我站在下就往上 这两个是相反 所以叫抵抗抵抗 抗是往上 那底是往下 所以叫抵抗 那老虎狮子是凶 勇敢 那兔子呢 它没有那么凶 可是它就要脚跑得很快 所以天给它另外一个法则 就是脚兔三枯 它动很多 那它的弹跳力很强 那老虎狮子 凡是这种凶的动物 先给它的生育率 没有那么多 比如说兔子或者老鼠 你看它一窝可以生很多 那因此到最后的生物平衡呢 老虎狮子也没有增多 兔子跟老鼠也没有减少 自然就有损益加减 那如果懂得这个道理 你看那个很多的国家强调 我们要打仗 所以你看 日本曾经强过 比如说它当时跟满清政府 都是在改革 都是在进步 但日本中日甲午战争 打胜了满清 那到了日本又后来打败俄国 日俄战争又打败了俄国 俄国是白种人 所以这个时候日本就开始傲慢 然后开始膨胀 它又要打美国 又侵略了中国 占领了东北 华北 然后又要 居然去偷袭美国珍珠港 但是最后受到很大的重创 珍珠港 偷袭完了之后 最后有两个原子弹的惩罚 所以它表现是勇敢 表现是壮 表现是侵略 表现是占领 从长的时间来看 它是划不来的 可是如果我们从另外一边来看 明朝的末年 打不过满洲人 那满洲人占领了中国 就是满清 明朝王是因为打不过满洲人 可是满洲人统治了中国268年以后 中国又多了一个东北 多了一个蒙古 多了一个新疆 土地反而变多了 可是满洲的文化变不见了 语言不见了 文字不见了 为什么 因为被文化所融合 所以一个看起来是勇敢 一个看起来是保守 可是到最后谁赢了呢 所以老子这一章在告诉我们 一个勇于敢则杀 勇于不敢则活 所以兔子的生存法则是勇于不敢 可是它反而活了 所以勇于敢则杀 勇于不敢则 此两者获利获害 这两者是哪两者呢 一个是勇敢 一个是勇于不敢 那这两者获利获害 可能到底谁是对还是错呢 获利获害 天知所物 熟知其故 老天爷究竟不喜欢谁 不喜欢勇敢的 还是不喜欢那个会逃的 此两者获利获害 天知所物 熟知其故 谁知道真正的道理呢 是以圣人犹难之 所以连圣人都很难判断 到底一个人勇敢好 还是勇于不敢好 所以一个人也要勇敢 也要勇于不敢 所以我们古代的人认为战争 师出一定要有名 什么叫师出有名 就是如果今天我们被侵略 人家侵略我们的国家 这个时候要表现的是什么 勇敢 所以天让一个人 要有自我保护的能力 所以我们人有免疫系统 因此我们有白雪球 白雪球的意思就是 细菌病毒来了 我们的身体也要勇敢去作战 要不然人就会被细菌病毒所侵害 所以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武力 去保护自己 也会被侵略 那这个时候 别人侵略你 所以要表现勇敢 但是当别人不侵略你的时候 你不能够没有任何理由 去想要对方的土地 然后去侵略别人 所以当你想要侵略别人 就要懂得勇于不敢 勇于不敢就是 要有一种勇敢的相反 勇于不敢 比如不对的事情 我们要有一种道德勇气 不敢做 所以很多人认为 勇敢的相反是懦弱 不对 老子告诉我们 勇敢的相反是勇于不敢 所以一个人也要勇于不敢 因此勇于敢 跟勇于不敢 这两个是合在一起 所以天到底喜欢哪一个 我们不能确定 因为天生万物都有勇敢 也有勇于不敢 这两个都是生存法则 比如说我们一个人 杀人放火的事情 这个时候要勇于不敢 所以当你不做的时候 不是懦弱 而是我有道德良心 我不愿意做 违反良心的事情 这个时候也是一种道德勇气 可是人家侵略你的时候 你要能够保护自己 这个时候也需要勇敢 是不是这样 因此这两个都要勇 所以比如说像法国 法国二次大战时候 曾经被德国占领 那被德国占领以后 巴黎就投降了 巴黎一被占领就马上投降了 所以法国很快就投降 可是后来有一个纪念 就是说要颁一个奖给法国 当时二次大战 德国侵略法国 然后法国要颁奖这个给巴黎市长 为什么 因为他投降 因为投降 所以巴黎没有被毁 巴黎是一个文化古都 所以巴黎没有被毁 这是他的贡献 是因为及时投降 可是如果他颁这个奖的时候 那一个法国军队 要训练军队的时候 他到底要训练 到底勇敢跟投降哪一个队 这个时候就发生一个问题 所以按道理讲 当颁奖给这个巴黎市长 勇于不敢的时候 因为巴黎是一个文化古都 如果被毁了怎么办 这个的确是一个道德的勇气 要守住 可是你也同时应该要颁一个奖 给那个洛曼帝登陆 勇敢康复法国的军人 因为那是勇敢 要不然你怎么教育军人 所以军人就要有两个德 一个是勇于不敢 一个是勇敢 那这个就是这一章的精神 勇敢康复法国的军人 靠山崖 勇敢康复法国的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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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勇敢康复法国來户 我抬头掠上东山 那我们知道天之道不争而善胜 他说天的规律没有竞争 可是到最后都是天永恒 比如我们人要跟天比 最多只能打一个平手叫齐天大胜 因为天给我们生命 不管你活得长寿还是短命 到最后人都会死 这是天的公平 比如说李白已经死了 杜甫已经死了 但是李白留下一千多首诗 杜甫留下一千多首诗 那么天有没有办法 把李白的诗收回去呢 不能 贝多芬留下音乐 莫扎特留下音乐 他能不能把音乐收回去呢 也不能 所以一个人最多跟天打一个平手 叫齐天大胜 你的生命天会收回去 可是你留下来的音乐文学 可以永恒 那这个就是齐天的道理 是 所以天之道是不争而善胜 天不给人家争 但是天永远是胜的 所以天能够长久 第二个 不言而善应 天不讲话 可是你看看天 他就会呼应你 比如说我们一个人看了天以后 天上最大的像是什么 一个太阳 一个月亮 那晚上有星星 那天给我们的启发是什么 如果一个人在地上要成立家庭 太阳等于爸爸 月亮等于妈妈 星辰等于孩子 所以一个太阳 一个月亮 很多的星星 就等于一个家庭 一个爸爸 一个妈妈 很多的孩子 如果是两个太阳 或者两个月亮 那就乱了 所以你看 通常来讲 一个家庭 一个父亲 一个母亲 很多的孩子 这就容易和谐 可是如果像古代的皇帝 太太太多 嫔妃太多 后宫就乱 这天给我们的像 这个叫天不言而善应 天不讲话 你看一看天就知道 比如月亮 初一是硕 十五是旺 从硕到旺 一天一天加 你看硕是初一 每天大一点 每天大一点 这是加法 到了十五以后 变成硕 要是每一天减一点 每一天减一点 所以加跟减是一样 所以我们人类 最早学加法减法 就是看月亮 看月亮 因此天不言而善应 我们能够发明车轮 就是因为看月亮 所以不言而善应 第三个就是 不招而自来 所以我们人 要用一个人 都要招你来 你来 可是天道 不需要你召唤他 他就在那里 所以你只要用心 去看自然的规律 自然界的道理 都藏在自然界里边 不需要招 他就会来 他就呈现在里面 所以你每天看日月 看星辰 你就慢慢有体会 不招而自来 善然而善谋 你看我们人 会有很多知识 可是人管理国家 会出很多问题 我们做一个比例 我常常给学生 开玩笑说 我们今天很多人 对这个世界的 很多不满 都用投票来解决 可是如果 我现在做一个假设 如果蜜蜂蚂蚁蝴蝶 或者我们讨厌的 厕所里的蛆 跟苍蝇蚊子 都有投票权 所以选一个动物 把它丢出地球 那你认为应该是谁呢 那毫无疑问 如果今天 狗猫牛羊都有投票权 要选一个动物 把它丢出地球 大概是人类 因为只有人 才会把这个地球污染 所以自然界里边 所有的万物 它是善然而善谋 什么意思呢 你没有看它讲话 可是如果没有人类 这个地球 还是井然有序 没有多余的东西 没有浪费的东西 你什么时候看到 地生出来一个东西 是有多余跟浪费 没有多余浪费 这个叫善然而善谋 最后它做一个结论 叫天往灰灰 疏而不失 很多人不知道 什么叫天往 很多人认为 法网会会疏而不漏 因为法网是抓犯人 所以叫不漏 天的网不是为了抓犯人 天的网是没有疏 没有疏失 就叫天往 那天的网很简单 就是六十四个卦 我们很多人 不知道中国在周朝的时候 周文王已经用自然界的六十四个规律管理国家 比如说匹吉太来 匹挂太挂 天地交感跟不交感 北半球太挂的时候 南半球匹挂 这两个是阴阳相反 比如说损益平衡 损益是易经的挂 由波而富是自然界的规律 周文王是我们中国 周朝八百年 中国最久的朝代就是周朝 周文王管理国家 已经用自然界的规律管理国家 可是我们现在用的都是 人的知识来管理国家 所以会乱 因为不是自然界的规律 那这个天网呢 因为夏朝商朝都有易经 可是到了周文王 被周王关在幽里以后 他因为有很长的时间观察天地自然 重新自己做复习 发现了自然界六十四个规律的顺序 所以他重新编了 跟夏朝商朝的周易的顺序不一样 那么后来这一套系统被孔子解开 孔子在讲这个易经大结构的时候 曾子记录一个纲要 就叫大学 叫大学之道在明德 这篇文章 就是孔子在讲这个大结构 这个大结构是 你看到左边那个 徐寡寡就告诉各位 这个结构是用太阳跟月亮的轨道 形成的六十四个规律 所以太阳走外圈 月亮走内圈 所形成的一个规律 比如说我们读过一本书 叫达尔文的进化论 达尔文说 物尽天则四则生存 自然界万物的确有竞争 可是竞争不是唯一的规律 自然界万物会竞争 是因为生存的需要 所以易经第五卦是虚卦 水天虚 然后天水诵是万物会征诵 万物会征诵以后下面一个卦 第五是虚 第六是诵 第七是诗 第八是笔 第七卦就动物在竞争的时候 就会发生打架 就会同性质会打架 会诗跟人作战一样 然后同性质跟同性质的动物 会互相合作 就会发生比的现象 这种现象是自然现象 动物也会打仗 那人类也会打仗 打仗是为了什么 为了生存的需要 所以有水天虚 那么水天虚跟天水诵 这两个是虚中内外 水天虚跟火地径 这两个卦是错卦 所以自然界最大的需要 是天地日月 所以万物都是 最重要的需就是天地日月 万物都会征水源跟征太阳 所以万物都会有这样的现象 拿尔文的进化论是在 只找到一个自然界的法则 就是物尽天则四则生 是易经的颂挂 可是周文王在那个年代 已经用六十四个规律 管理国家 所以他能够持久 那这个就叫天网 可是这个天网 一般人不知道 所以孔子解开以后 孔子知道这六十四个规律 原来是天的网 所以叫天网恢恢 疏而不失 因为老子跟孔子 同时是春秋的人 那老子知道周文王最初 解开了这个天网 这个天网的规律 非常的清楚 所以老子才说 古代的圣贤 对于自然的理解 是超过我们想象太多太多 一般人绝对不知道 那这个道理 我想因为这个结构太复杂 需要花很多时间 我在这里不能讲 我只是告诉各位 什么叫天网恢恢 疏而不失 太好了 非常谢谢老师 转恩老师 谢谢 谢谢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们永远陪伴抚慰人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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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今天艺文专访单元当中 我们非常的难得为大家请到的是 萧迪演奏家林瑞兰 林老师在节目当中要和我们来谈谈 她即将在国家音乐厅所举办的音乐会 非常感谢林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来 感恩老师 各位姐好 林大哥好 感恩 感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梁老师 跟我们谈谈 你这一次的这个穿承之路 是跟大型的乐团来合作 跟以往的音乐会的形式有点不同 可不可以谈论这一次您所准备的音乐会的这样的形式跟您的心情 是 因为其实自己小的时候就经常追着音乐会跑 自己喜欢感受那种气氛 所以当时所受到的感动 一直很希望可以再重现 那么自己开始学习音乐之后 也很庆幸自己慢慢拥有一点这个可以传播感动的能力 所以希望逐渐地把这个感动的范围跟能量再扩大 那么从2012年开始 我办了比较小型的音乐会 虽然说是在比较小的场地办 但是还是希望可以重现这个乐曲比较完整的风貌 所以用的伴奏人数大概都是十多位 那么比较遗憾的就是有一些比较气势磅礴的大型的乐曲 没有机会表现 所以这一次希望透过这个比较大型编制的演出 可以重现一些平常比较没有机会表现出来的乐曲 是 其实在不论在中国或者在香港 这种国乐交响化 其实已经行之多年了 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来谈谈 像这样子60个人编制这种交响化的这种国乐形式 对你们来讲也是一种挑战吗 是的 其实国乐交响化对国乐来说 算是更丰富了音乐的这个表现方法 因为以前传统的国乐可能就是大概十多人 就是所谓的私足这样子的形式表现 但是可能在某一些气势的方面表现会不足 所以我们在国乐交响化的这个过程 也借用了很多的西乐器 融入了很多 包括像定音鼓 这一类的乐器原本国乐团是没有的 那么把它吸收之后可以表现得更完整 所以我想国乐交响化对国乐来说 它是进步的 然后我们跟大型的乐团这个合作的话 其实需要衡量的可能是声部的平衡的问题 因为毕竟独奏的人就是一位 但是乐团要如何来哄托这位独奏者 那么下的分量需要多少 然后独奏者要如何跟大家都能建立起一个默契 可能是比较需要努力的功课 是不是在西方的协奏曲 是有同样的这个问题吗 是的 不管你是哪样乐器的协奏曲 你可能如果这个乐器本身的音量是有限的 可是你还是得要表现各种不同的情感 可不可以谈这个部分 就是你们怎么样跟指挥跟乐团之间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好的默契 然后把这个音乐呈现到最好 是 其实这一次很幸运 就是乐团的指挥 就是我的学生 所以因为他对于笛曲非常的了解 那么在掀起的作业的部分 已经在配置的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 做了最仔细的琢磨 所以在配合的时候 我们在排练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的轻松 因为我要的他都做到了 是 不过我觉得笛子应该比较没那么困难 因为笛子本身在音量或说在这个音色上 本身是有穿透力的 是 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说笛子它是一件燎亮的乐器 那么我们希望可以呈现笛子的音色的多重层次 所以在收敛的时候 乐团一定要配合 是 所以像这样子谷乐交响化 其实在曲子的这个长度来讲 也增长了很多 是 因为这个交响化的这个编织上面来说 我们喜欢做球 就是演奏者做球给乐队 乐队在做球给演奏者 那么在这个一来一往之间 其实演奏者也获得了适度的休息 并不像传统的曲子 从头演奏到尾 那个体力负荷比较重 所以是这个样子 我以为就是在读奏的时候会比较轻松 然后跟整个交响乐团合作的时候 会比较辛苦 它的这个辛苦程度不一样 是的 我们跟大乐团合作的时候 其实自己的音量有刻意需要提高一些 读奏的时候可能就是笛子一上嘴 就下不来 所以之前几次的经验在那个小婷演出 那个汗就这样子流到这边来 然后笛子不能动 一直觉得她快要滑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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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这次合作的乐团是台北战英国乐团 台北战英国乐团的组成分子都是年轻人 他们从国小国中让指挥一路带上来 所以默契非常的好 然后他们非常的有活力 我跟他们一起演出的时候觉得自己都年轻起来 那么有活力的乐团它最大的好处就是速度上面 可以跟我有点竞争 所以就气氛的营造应该是我们跟观众之间最直接的互动 我们的每一个呼吸观众会跟着我们一起呼吸 然后我们的音量控制下来的时候 观众会更仔细地听 那么慢慢地就跟我们融合在一起 是 我们怎么去看这场音乐会呢 你可以谈论说怎么样带领这些年轻的朋友 也可以感受到你对这些乐曲 可能他们需要有点超龄的这种配合这样子 去感受到你对音乐的这种诠释 是 随着自己的年龄和历练的成长 发现自己会比较着重在细部 一个乐曲之中可能转折的部分 会比以前更丰富一些 那么这个部分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说 我们可能要特别再多花一些精神 去让他们了解 就是除了音符结构上面以外的另外一种感情 这种感情其实跟生活有很密切的关系 那么可能年轻人他没有办法有这样的体会 所以我就尝试着把自己的经验告诉他们 为什么我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我自己在跟老师学习的时候 其实感触最多的是聊天 在聊天当中去吸收老师的经验 或者是自己完全没有机会去碰触到的那个年代 那个氛围 所以现在我也尝试着跟学生 传授这个属于经验的这个部分 现在的孩子真的非常的聪明 我自己在大学任教 我发现现在的孩子 只要我没有办法去说服他 他就可以做得很好 所以这些孩子其实他们在练我的这个伴奏的部分 一点都不为难 是 我想你跟了这么多不同的大师学习以后 最后要整合到你自己个人的音乐 跟个人的感情风格呈现出来 其实中间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你可以谈成说 你怎么样把你从大师这边学到的这些音乐 不管是风格或是技巧 最后变成你自己的这个部分 花了多少时间你怎么样去整合它 是 跟老师学习 并不是立竿见影 可以看得到一个成果 所以 当时在两地这样子往返的情况之下 自己心里也非常的彷徨 但是能够坚持下来的主要的原因 还是因为自己喜欢 就是喜欢的事情是阻止不了的 会突破任何的困难 那么老师所传授的 关于大陆的这种地方风格的部分 我自己是很借顺的 去把它做一个原汁原味的保存 那么自己的生活历练 再加上对台湾这个土地的感情 运用在比较现代 属于可以有发挥空间的乐曲上 所以 对于传统乐曲 我自己是一定会谨征老师的这个教导 因为我想不管学任何的音乐 跟是非常重要的 有这个跟我们才有办法 把音乐有一个根据 然后再设法去扩大 所以 现在如果说我们用技巧 就是比较快速的表象上面的这个部分 去做追求的话 很可能很快就觉得 没有意思了 因为挑战总是会有一个极限 但是音乐内涵 还有属于新的感动的部分 是可以无限大的 是 您在拜师学艺的这个过程当中 尤其是到这个大师的这个面前学习 你也曾经就是一次和四位老师 一起这个学习 所以你说你学习到了最大的部分 是 是弹性而不是他们的这个技艺 这个对我来讲也是很特别的一个 一个心得 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那一段 你这么的有这样子的一个渴望 希望能够去拜师学艺 是 每一位老师都有他的主张和特色 而且每一位老师都希望是受到学生的敬重的 所以我同时和不同的老师学习的时候呢 一定要把自己调整到适应每一位老师的特征 所以不能够有一个定性 原本自己所习惯的 如果说我们一直套用这个习惯 来学习不同的音乐的时候呢 它会有一个框架 会没有办法完全的吸收 那老师也会发现 所以在我去和不同的老师上课的时候 首先会先了解老师的个性 还有他的特征在哪里 然后仔细地观察老师的这个演奏方式 就是跟不同的老师演奏我就用不同的方式 那这样子一开始当然是很吃亏 因为都不稳定 但是长时间累积下来 就让自己的这个演奏具备了一些弹性 就让我去和不同的办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作词 杨茜 一个优秀的音乐人 他最重要的要素是什么呢 您觉得 在音乐的方面要出色 情感一定要细腻 首先要先具备这个部分 可能很多孩子 他只是没有被开发 并不是不具备这个条件 所以我们可能在日常生活中 一花一叶 都尽量能够给学生 带来一些启发 就是不要让学生觉得 学乐器就是练乐器而已 那么生活上如何跟音乐上面 去做结合 还有就是把情感投入 而让听的人可以感受得到 这个部分就比较需要技巧 是 老师一路走来 在这个环境和家人的知识 对你来讲是很重要的一股动力 也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下 小的时候 自己喜欢音乐 是自发性的 然后就追着音乐会跑 所有的音乐会都不放过 后来自己开始有了冲动 觉得那个好听的声音 希望自己随时可以听得到 所以就买了乐器 自己开始玩 一开始的时候 父母觉得有了一个精神寄托 也不错 可是后来发现我非常的疯狂 他们非常的担心 因为音乐的路真的不好走 而且又觉得 自己的家里的环境 并不是有条件 可以栽培出音乐家 这样子的情形 所以他们非常的担心 那么为了不让他们担心 我也就是偷偷地练 就是慢慢地把练习的这个动作 转移到户外去 不要让他们常常发现我在练习 他们可能会比较安心 然后也赶快在毕业之后找一份工作 有固定的收入 让他们觉得 我有很踏实地在过生活 那么可以专心地在音乐上面追求 其实真的要感谢我的太太 她是无条件尽全力地在支持我 做这样子的传承的工作 为了能够让我安心地去做一些 做这个投入 她也不惜变卖掉自己所有的手势来支持我 所以有时候我可能花很多的精神在研究乐曲 或是在做一些乐器方面的突破的时候 可能在收入上就会疏忽了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其实都是依赖它 所以家人的支持非常的重要 是 是 我们今天要非常感谢老师来到这个节目当中 希望下次有机会有演奏的时候 再带你的团体来到大一电视台演出 非常感谢老师 谢谢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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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